這個就是生豬肉 是蟲啊 Sorry Hi Guys,我是胡大叔 各位早安 今天終於來到 青麥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就是趁我朋友他們的團 他們要去青島 網路上很多人是青島 反正就是青麥北邊的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算小眾旅遊 很多人來青麥不會去的地方 但是青島最有名的 我自己開的時候我會覺得很想去露營 先給大家看一下 有昨天住得很像堵合屋嗎 但裡面是滿可愛的啊 我來不及拍了 因為我睡過頭了 原本約8點半 我睡到快10點 被驚醒叫起來 因為電話打不通 昨天想要住市區的話 是喔 但因為我朋友他的姊姊家在附近 話想說這樣來回還要再當近一個小時 不好意思家在開車再來回市區 所以最後就訂了附近 晚上昨天好像付500塊太多了 晚上有小酒吧跟咖啡店 昨天晚上 因為我滿晚還check in的 但是現在田裡面啊 原來啊 好啦廢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今天的第一站 Let's go 好的今天的第一站 我直接指定我要來當地的市場 最喜歡來這種當地的傳統市場 找一些美食 我很想吃他們的趕頭 但我不確定有沒有賣法 喔 魚還在這 喔喔喔喔喔喔 脖子的喔 這個應該是很早市啊 你看 這20塊多便宜啊 喔這也20塊 這個是 我忘記叫什麼了 像榴槤那個 這樣才25塊好便宜喔 牛頭20塊耶 哇 我最喜歡這種小店的 這個應該牛肉之類的 等一下 然後包個飯 我應該 構思第一胎要吃什麼 因為昨天我吃雞熊肉 我朋友他煮雞熊肉 所以我昨天還沒有吃到泰式 這我第一餐泰式 我朋友看你說這個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個是生豬肉 半血 然後加辣椒 這個沒有煮過耶 我不敢試耶 我還在吃這個煮過的比較實躁 這個是炸豬皮 Oh my God 太可怕了吧 這個吃完可能要運動三年了 全部都是油啊 這個跟我去的 親麥或親來的市場 這個比較小一點 都是傳統餅乾 你看那都20塊泰銖耶 有點像我們的米香 這個讚 如果你們說 親麥真的是一個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 一個親娃耶 它是臭啊 這個很酷 這是臭啊 這是臭啊 這個是臭啊 是嗎 有很好嗎 是嗎 是很好吃 就是含蔭 Vitamin Vitamin protein all of protein protein 耶 都買了這麼多蟲啊 掰掰 掰掰 好可怕啊 這個青蛙 這個蟲很貴耶 這蟲200 150 喔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買吃了 Ella 直接點了這個 他們沒有那個碗 我就直接叫他們把我放在袋子裡面 直接吃起來 這應該是咖哩雞 大家看一下 我的第一餐泰餐 I miss toilet It's raining 然後怎麼看到覺得這是糯米 但我剛剛跟泰國朋友說 這是他們的泰式優格 你整我啊 他說這個可以消化 我不等 我剛剛買了這個雞 連毛都還在的雞 太可怕了吧 大家看一下 這平常我都不太敢買 我一直想到裡面是什麼鳥的 結果它是單純的雞蛋 你看它這邊有打了一個 下面是破洞嘛 它沒著線穿過去 這單純只是它把這個蛋倒出來之後 攪拌在一起之後 再丟進去煮 就這樣而已 我吃給大家看這個 這算蒸蛋的概念 因為它也是用蒸的 調味過 吃就台灣蒸蛋 剛剛他買的這個 他說很像優格 喔我知道了啦 這是台灣的小米酒製作的概念 這是發酵米啦 聞起來很像有酒香酒釀的味道 我吃一口看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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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濃喔 會醉耶 吃了就不能開車耶 謝謝 謝謝 我不懂為什麼呢 他朋友一直叫我吃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剛才叫我吃青蛙 叫我吃蟲 然後現在叫我吃的那個 我都是當地的東西 我剛才只有單純想要吃那個咖哩的 不過還不錯 好啦我們下個經典見 我們現在來到Dentiwada 離剛才那個小市場大概4分鐘5分鐘開車的距離 這是一個先進咖啡廳 大家看等一下的影片就知道多美多漂亮 它這個也是一個最近算新開發的一個新的網美景點 結果在青麥玩的話可以繞過來 離青麥市中心可能30分鐘左右的車程距離 坐著喝杯咖啡逛一逛 剛剛有人被這個嚇到 這個好像會動 哈囉 他會講話 我們看 喔 好屌喔 他會動耶 他會ㄍㄧㄧㄧㄧㄟ 如果你來的話 這個時間點 涼涼的 我原本以為正宗會很熱 11月真的是很適合來青麥旅遊的日子 當然我覺得陰天也變得比較多 地價比較不一樣是它在入場費歸入場費 咖啡歸另外買 從上評價是它的咖啡跟甜點普通 價格偏高 不過因為我覺得這是網美景點嘛 所以通常價格就會比較高一點 能造假造成霧氣這麼重也蠻厲害的 喔原來是這個 這通乾冰 這個厲害了 能見度等於 你是我的眼 終於我們看 你是我的眼 在我累累自己的變化 超超濕的 超難聽的 我是胖我是孩子王 來這個地方拍照很可以 但是呢 濕氣很重 我全身都已經是水氣了 真的是很小胖 然後這個是怎麼玩 大家知道嗎 這個要這樣 他們笑得多快樂 這個景區真的超大的 你看還有一個花園讓你拍照拍拍拍不停 80塊 門票真的很值得 你如果沒來點咖啡 我覺得可以逛逛之後 然後買個飲料小的吃的 坐在這邊很可以 我覺得它這設計不錯 不強迫你一定要在它裡面買咖啡 重點是它這邊的 是這種小青石 前面應該是咖啡廳吧 冰咖啡才45塊 欸真的不貴耶 很多小店在裡面有發現 這個景區的設計 它前面是先給你一兩家漂亮的咖啡廳 單價我剛才看不到一般應該在一百多塊上下 當你如果整個逛完之後 你看後面這一區 有些這種座椅啊 休息的區域 這一區的話價格就便宜了 這要半價 聰明的你知道怎麼做了吧 前面先逛一門拍完照之後 最後就來到這邊 坐著喝咖啡 享受一下當地的文化氣息 我們這個進去看看是什麼東西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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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噢噢 沒有不行 這死路 我想出去 這裡 走出來它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啊啊啊啊啊啊 各位這太超值了,一個門票 這邊還有羊啊 沒有麻煩,他大便好痛 各位羊囉,來來來來 只要一片夜市大家搶 19 1234567 1217 1819 1011 Woo!Woo!Woo! 啊啊啊啊啊啊啊! Smart 第19指中 這一區是可以讓你走進來 然後派後面的城堡 這邊有很多一條一條一條 道路 兔子 早知道剛剛我的草不要餵那麼快了 我原本玉姑子在這邊大概待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結果我剛才從頭到尾走不出來啊 沒有喝咖啡 花了一個半小時快兩個小時 前往下一個景點 來到下一個景點 清麥藍廟 大家應該都知道清來有三大廟 黑廟、白廟、藍廟 清麥這間藍廟呢 距離大概一個小時離市區 從那個咖啡廳過來大概15分鐘不到的時間 超壯觀 如果你有想要來看藍廟 那你去過清來沒有來過清麥 可惜了 如果你先來清麥 你再去清來會覺得 怎麼有點小 男生短褲拉低一點 女生的話你要衣服 要蓋過肩膀、長褲、長裙 我真的很喜歡清麥的這種燈夢 好壯觀喔 一整排耶 還在幹 聽說還在見 這個泰文 我直接幫你們口語話翻譯 他的意思就是呢 聰明的人是把嘴巴放在心裡面 但笨的人是把心放在嘴巴上 少說話多做事的概念 哇 好喜歡這個清幽的感覺 我可以在這邊待上的世界 這個還在整修喔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都還在裝潢中 泰國的廟都是邊建邊蓋 然後就是大家有捐贈 有錢就蓋 有錢就蓋 所以你看整個布地 都還在建當中 厲害吧 那邊還在建造 我還在這邊要小心 跟特別注意安全 一句話就代表什麼意義呢 這個叫做 聰明的人 永遠都把好處放在眼睛上中 但如果你是笨的人 你永遠都只看到前面 泰國小天才來囉 1 2 3 3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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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風卡 進來的話這邊 基本上你看 已經鋪好 請脫掉你的鞋子 進來我們寺廟室 現在我們就能帶 我頻道找人多十萬 觀眾都能身體健康 大家都能順利傳達一下 自己的夢想 烤風卡 謝謝 歡迎來到台灣 安家他們的董妹 我泰銖一百塊 看一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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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沒有 謝謝 好可愛的泰國人 哇這邊也很漂亮 你看到處拍都美啊 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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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真的熱 真的好漂亮喔 最近知道第幾座好漂亮 看一下這個金碧輝煌 太誇張了 這個地方真的太大了 我原本以為才能不能解決 沒辦法 你看 這家店有什麼 後面還有一區啊 不可以躺著的 最後面 所以等下就是兩次走 走上來又是別有一番風味 大家看一下 哇 美啊 這真的是不美 哇 我剛以為這是真的耶 是假的 遠看好真喔 好美喔 親愛 絕對值得你來玩一個月子 真可憐 好 看我們這邊坐這 I cannot hear Hi 你們說什麼? 寺廟裡面發生一個奇怪的事情 讓我們看下吃 這是大象 這也是大象 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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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當一陣風吹來風箭飛上天空 為了你而祈禱而祝福而感動 有膽權問題 藍廟的行程就到這裡囉 現在兩點半 時間大delay 再塞了一個行程 再帶大家去 Let's go 它還有一個行程是 場景族 在附近也有一個景點 可以排在一起在這一天 雖然我們是今天要出發青島 但我覺得今天已經拍成 愛青麥日遊 有兩個場景族 這叫Trip Village 它小一點 大一點的叫做Karen Village Karen Village應該是整個青麥裡面最大場景族的文化保留 剛剛我朋友本來跟我說 他有認識的可以不用付錢 因為我之前在青來的話 入場就300塊泰鎖 現在要收費了 之前是300塊泰鎖的入場費 那現在已經從300漲到500了 半天含假了 不喜歡 為什麼講到這一塊 是因為其實大部分都知道 泰國政府幫他們規劃這個區 其實場景族文化是從緬甸來的 大部分的錢都是給泰國政府規劃 真的能給到當地場景族的資金真的不多 你就只能去幫他買一些工藝品啊 或他們一些手鍊啊 一些服飾 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就是金錢來源 大家可以看我親愛的一隻 他們真的很辛苦 都給你們知道一下 那就去下個景點囉 這裡是一個很有名的廟 地標環境店 這邊要走進來金碧輝煌 沒什麼人 公帝人也都不太知道 廟裡面放了一個老仙人 網路上盛傳101歲到120歲都有 但我參考實際上應該是101歲為主 要去二樓 他的底要趕二樓 我認為是奇怪的 我剛剛跟我朋友在討論 泰國文化特別就是很多老和善 他們都是有念經然後可能休息很久 所以他們都沒有放一些防腐機 當然我不知道這符不符合科學 科學來講應該不太符合 但真的滿神奇的 他們沒放但是他們就可以保存到現在 好啦 各位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小鈴鐺我們下次見 另外一個版本是 各位我們即將要去青島啦